在張曉月擔任祝英代表處的2010年 發生了一件奇怪的怪事 就是蔡同學去認證了她的1984年的畢業證書 上面寫著1984年3月14號 可是左下角竟然蓋了一個蔡英文的章 然後底下面寫著與正本相符 自己認證自己的畢業證書跟正本相符 可見什麼 可見他當時沒有拿正本 所以他繳交了一個影本 然後蓋了一個章說與正本相符 你說我們一般小老百姓這樣子認證會怎麼樣 被丟到垃圾桶裡 為什麼 因為你一定要找一個公證人 他來幫你認證 他要怎麼幫你認證 他要取得你的授權書 然後由公證人的身份向你的母校去認證 然後再由公證人把公證的結果 向英國代表處去說明 就是給一封函 根據這個英國代表處 就是台灣的駐英代表處 才能夠替你完成跨國的學歷認證 如果自己都可以蓋一個絲章 那每個人都會蓋說與正本相符 誰做這麼瞎的事呢 我們就來看這一頁 這一頁是蔡同學呢 當時認證她的學歷證件 所以可以拿回來參加2011年的 這個相關的選舉 包括2010年新北2011年到2012年的這個總統選舉 好這上面寫了什麼呢 蓋了一個章 注音代表處上面寫什麼 本文件查與原正本相符 上面蓋了一個章 這個簽名的人叫做楊舉民 他的英文的頭銜叫做 Deputy Director 那應該就是副代表 好笑的是什麼 這個查與本原本原正本相符的這個章 蓋下去的注音代表處 是在2010年的8月31號蓋的 認證完了以後三天呢 9月3號2010年9月3號 這個Deputy Director of the Representative 這個注音代表處的副代表吧 楊舉民就發給了蔡英文跟中選會 一個認證章上面寫 Seen at th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Kingdom 就是我看見了 我看見了蔡英文的畢業證書 在哪裡看到呢 在注音台北辦事處 看到了Seen at th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Kingdom 看到了蔡英文的畢業證書 就這樣子把它給認證了 這個張凱軍說得很清楚嘛 你看到什麼 你要看到 律師公證人所出的證件 你才能夠認證說公證人已經向倫敦大學取得確認 所以注音代表處應該要看到的不是蔡同學個人認證自己的絲章 而是應該要看到的是公證人所提供的證書 畢業證書的認證函 那你可能會說你相信張凱軍還是相信這個蔡英文的 當然不用講嘛 你走一圈你就知道相信誰的嘛 對不對 不信的話你去認證看看嘛 好 當時哈2010年的11月27號 蔡同學要選新北市長 所以你看哈 他8月31號匆匆忙忙的去蓋了一個自己的章 與正門相符 9月3號 註音代表處就發給他認證 天啊 完全不需要經過公證人的認證 那我剛剛講過嘛 你可能會覺得張凱軍是搞不好是他亂說的 好 在這邊我就要爆一個小料 其實是一個大料 這件事情喔 是這樣的 我在兩年前 我在2021年的4月份 那時候我93歲的媽媽說很想要回到她的家 就是新竹關係 因為媽媽走路不太方便 但身體還是很健康 所以我就自己開著車全家 載著他到老家去走一圈 然後再到他小時候去的地方 然後到處去 但是那天有個對他來講有個很重要的日子 在整個同學會完了之後 有一個我媽媽的學生 過來跟我講了好長的一段話 而且給了我一疊厚厚的資料 那我打開看 他跟我先講了 他說因為他做了這個國際貿易做了幾十年 所以呢 他在海外各個地方喔 都做過所謂的認證 他說他們公司有一些產品 是一個很成功的企業家 他說他們公司有很多產品 有一些發明有些專利 那有一些文件 但是他在韓國也是認證過 他公司遍布全球各國 他說英國做過認證 美國做過認證 還有日本做過認證 他說每一個代表處 我們駐外代表處的認證是SOP 沒有人例外 他說他只看到蔡英文的學歷證件是例外 他說其他都是要經過公證的律師和公證人要拿到這個nottery的 document 就是公證文件 才可能取得駐外代表處的背書 所以他告訴我說 你應該去跟法院說 經過沒有經過這個外管認可的法院公證人的認證 外管不能夠親自認證 那這個文件是無效文件 所以他就給了我一疊厚厚的 他曾經做過的文件 上面還有很多這個駐外代表處的章 你看有駐韓國代表處的 還有駐菲律賓代表處的 還有駐外管的 這是哪裡的字 nottery 這個是日本的 Tokyo Japan的 還有好幾個國家 他給了我稀裡呼嚕的一疊 就是他曾經他的產品 經過哪些地方的認證 像這個就是日本的 因為他有一些電機相關的產品 經過駐日代表的簽證 然後還包括了不同的地方 日本代表處的簽證 他有很多國家 因為他是一個做國際貿易的人 他有一些Marketing的東西 還經過Los Angeles County 在LA認證過一堆駐美國代表處的認證 他給了我一疊的文件 然後呢上面寫了一封信給我 他說彭博士文證軍艦 這是2021年4月16號 給我一大疊的文件 上面寫的 彭博士追求真理 不畏強權 自辦政經傳媒公司令人敬佩 唯有關國內軍工機構 法務單位 由國外所提證件 訴訟認證等資料文件 要使軍工機構 法務機構有效認證 所有的資料文件證件 首先必須由 當地國之發行機構取得或發行單位 經過第三公證或當地律師取得後 來看啦 跟張凱軍說的一模一樣 你要嗎 就是當地的律師親自親筆簽證 要不然就是當地的公證單位 有的是民間公證 有的是政府公證 獲得認證 就是你要notary document 要公證的文件 由當地國之發行機構取得或發行單位 經過第三公證或當地國的律師取得後 如果發行單位不願意說明真偉 那麼就要請第三公證或律師證明其真偉之後 由當地的法務 由當地國嘛 你日本就是日本的 你加州的 你是英國倫敦的 當地國的法務委託的 public notary機構 去做public notary之後 要記得一定要經過public notary 不管你是律師還是notary的 你一定要具有public notary的資格跟身份 認證之後才能夠提交中華民國駐當地國的代表處的簽證 簽證之後的各項文件證明書 由不得國內軍公教或法務單位不予承認 意思就是你就是要承認 但是前面就是你要經過notary的public notary 公共的認證 每一個國家認證的情況不一樣 但是沒有一個國家會允許 自己認證自己的東西 而這樣的事情呢 就在張曉月的護航之下 蔡英文在2010年的9月3號成功的取得了自我認證 畢業證書的這個證明文件 讓他躲過了他在2010年的11月參加新北市長選舉的中選會學歷登記 我正式向賴清的檢舉 你們的黨內曾經發生過一個人用偽造的學歷去參加公職 你可以說你不溯及既往嗎 你可以說我們的學輪只管以後是不管以前的事 你敢這麼說嗎 一個想要選總統的人 你敢說你看到黨內有人偽造學歷 串通駐外館的人偽造學歷之後 取得了各種資格今天擔任公職 你可以說對不起那是過去是不關我的事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在這裏面上的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